好,那和你谈谈内地疫情的最新情况 其实都持续严峻的 新增管理学诊和无症状感染就超过一万千宗 上海的感染个案单日就突破了一万宗 在股市方面,其实星期一看到内地没事 但多只在香港上市的药股其实都上升 是的,也有一些生科概念 举些例子,譬如加利济药1672 旗下的新冠口服药 利托拿韦就上个月获得入内地新冠病毒的 诊疗方案里面 在浙江省就完成了首单销售 星期一就升了一乘四的 另外,石药和康熙洛生物都获得中国的药监局 批准开展这个MRNA新冠疫苗价临床试验 其实现在内地就未有那个MRNA的疫苗正式获批上市 石药和康熙洛都做好了 这个问题你觉得可不可以继续追入呢? 你又建议投资者怎样减固呢? 我想就是炒这些相关的药的消息呢 自己要摸紧相关的通告等等 我自己就会看月迪那个例子做的 1672啦 1672的通告都几密 而且他真的出了口服药呢 在卖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上会实质很多的 你说939都好像很多朋友想炒的 开拓药业 但是大家不要记得 不要忘记就是说开拓药业曾经 你看回图就知道了12月的时候呢 是一大棍这样炸了下来的 939就是之前他应该 是说那种药去到临床第3期呢 就发现你好像效用不是很大哦 所以从60元炸到9 8不知几元而已 就是这些是比较害怕一点的 因为你究竟那种药究竟效果是不行的 就是做不做到呢 就是有前科的话呢 我就有点戒心 还有你那棍 就是都几大成交啦 那变成了这么容易可以 就是收复回呢 我有点点疑问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从炒作角度 1672呢 相对的图就会 异体一点 就是都那个 起码不是在右下角先啦 就是都叫做 去到个range的可能5-6元那些位置炒作住 那我自己就会看着这种歌礼制药去做操作啦 刚才有朋友就听了你分析 就是那些抗疫相关的股份啦 就是有些是疫苗啦 有些就是那个口服药物啦 好他就有两只心水的 一只就是1762啦 刚才你说过的歌礼啦 另一只就是石药的1093的 他说这两只的话 哪一只会好一点呢 是医师来的 我自己就真的喜欢这种歌礼会好一点的 因为始终他都挺 我认为他挺懂得玩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通告都知道呢 他最近不停将他的新药 就不停地出通告 就说 他之前说过香港也是一卖的那只药 是 他正在申请是吗 正在申请 就是那个 利托拿卫 那只口服 正在申请 还有昨晚都出了说 前晚还是昨晚呢 这个应该是前晚 就是4月4号 在那个浙江省都完成了首单的销售了 就是都 一直有update这件事 我觉得就 还有那个股价都有一些反应的 我想 还有那个图也容易看啦 5元6元这个range炒住先啦 那如果你破到的就望7元啦 那你用5元做止蟀 可以想一下的 1093呢 我嫌他 就是相对来说 他就是你说 最新是有MRNA相关的东西 但是他始终 我不知道他的占比有多少啦 因为始终这只这么传统的帝约股呢 就是都 还有那个借值这么大呢 成千亿呢 是根据炒味没那么浓 而且 始终的093都很多蟹货的 那如果你说真的要炒的 at least要站稳9个半先啦 就是 刚才Wendy都说了啦 那条整线都很长 都破不了9个半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站到9个半先再想呢 所以如果你说重途要出发 似乎1672就应该好炒一点的